大家好,我是老胡,我们现在来到了营地 这个营地叫Tredo地区公园 这个道就是房车的通道 其他是小车通道,一个车8块钱 我们这个车一个碗40块钱 登机费7块钱,有水有电有排污 这就是我们房车营地的位置 是6号 这里房车营地,这个距离邻居还是比较远的 在座位这个房车 65岁级以上的,优惠5块钱 这个公园里有野餐的地方 还有钓鱼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湖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湖边散步 我们所在这个城市呢,叫齐洛 这个城市人口呢,大约是10万人 它的面积呢,77平方公里 白人占52.4% 亚洲人占呢,15.2% 这里的家庭平均收入是9万7 要高于其他的城市 其他城市一般的7万多,8万多 这里呢,家庭收入比较高 而且房子呢,还比较便宜 这太阳就要下山了,现在快5点了 这个公园呢是5点关门 7点半开门 你好,钓了鱼了吗? 没有没有 这里钓鱼还有那个Lessence吗? 嗯,对啊 这个大冷,这个大陆,这个大陆 我出了女生年了,没该问我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几岁了? 你几岁了? 这两岁半啊 你看,这两岁半啊 你们这里住多久了? 在哪里? 这里,安大略 这里还有一个安大略啊 我们就从加拿大,从安大略过来的 刚刚在湖边呢,遇到一家同胞 一家山口人在这钓鱼 他就住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城市 叫安大略 当然他这个不是安大略省 是美国加州的一个安大略市 公园真大 这是又是一个野餐的地方 这是烧烤炉 当然自己要带碳 看看这个树根 就像一个雕树的这种品种的树 各种造型 树越老,造型越好看 第一次看到这个树,这个造型的 这就到了儿童乐园了 这水上乐园 加拿大水中却不一定有水 而且这个季节它也不会放水 嗯,这个地走起来很舒服 再摔下也不疼,摔不上 哇,这个树里一群的鸭子 这个树没有修成环形的 我们没转一圈就转回来了 现在呢,天慢慢暗下来了 我们也该回家了 好,谢谢大家收看,再见